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0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國情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x 我們來到10月6日 我們應該理論上是這一兩天內的主頻道應該理論上是解封的 我們暫時 還未看到 就是可以重新申請盈利的功能 所以我們暫時維持著 後備頻道廣播 這個後備頻道的繁殖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營運大致上都可以 暢順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覆蓋範圍有問題 即是說 訂閱人數比主頻道太多 導致推送和覆蓋也有問題 即是說我們 大部分大致上維持著 核心聽眾群 但是如果要對外推廣 就會有很大的難度 但是沒有辦法 馬死落地走 唯有強硬頂硬上 我們也很希望主頻道可以恢復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研究 是中國大陸 解放軍的魔咒 這節要說的是解放軍八一大樓 因為這個八一大樓 是成為了 現在 軍方的一個魔咒 八一大樓是甚麼呢 八一大樓就是解放軍 正常的辦公室的地址 位置在北京 海定區 復興路 這個也是中共中央軍委的辦公室 現在這個八一大樓 就是成為了很多軍方 核心人物 的一個魔咒 的大會堂 好像 逢在裡面辦公必然出事一樣 那麼這個魔咒 是會繼續延伸下去的 其實不止八一大樓 跟習近平做事全部都變成魔咒 你看看香港你就知道了 你只是看看香港的特首 嚴格來說 香港的特首跟中國大陸的權鬥相比 他們的下場暫時 截至這一刻為止 未來就不知道 未來被人清算也有可能 截至目前這一刻為止 情況也不算相當惡劣 但是在北京的情況就不相同了 北京 真真正正是權力的核心 所以 在北京發生的權力鬥爭 直接 人們 要下馬 要被軟禁 甚至乎失蹤無命 這節再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記得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方法非常之簡單 你一定做得到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 支持 由於這個 加密貨幣有太多爭議 所以我們繼續叫大家 自行決定 我們本台安裝了那個Pine Network 還會繼續按閃電鍵 請大家自行決定到底應不應該繼續 如果有人叫你投資Pine Network 你就要小心 因為這個是詐騙的機會相當高 由於我們現在按制就是完全不牽涉任何金錢 所以我們還是會選擇繼續按住 敬請大家注意 這節要揭露這個八一大樓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軍官 或者是高層 不斷地走向這個悲慘的結局 最先入主這個 八一大樓的人 很久之前就已經被人打虎打了下來 就是例如這個 中國前軍委副主席 徐才厚 然後還有郭伯雄 一個釘蓋 一個入獄 然後還有前軍委委員 張陽 還有防風輝 也是一個死 一個入獄 軍委 被這樣大量整治和鬥爭 你就知道 其實中國大陸 仍然是非常看重軍事的問題 軍事的問題不是說一定是對外發動戰爭 而是作為一個獨裁政府 最根本 最核心 權力在首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兵權 在首 全國各地 有任何的反抗 各種的不滿 中國大陸 毫不猶豫用暴力解決 所以這個解放軍的軍方 其實在醞釀 很明顯 權力鬥爭 內控 現在的整治 越來越多 這個八一大樓 開始在解放軍 軍方的眼中成為了兇宅 就是任何人 入住這個八一大樓 幾乎全部出事 最近的兩任國防部部長 全部下落不明 一個就是新任國防部部長李尚福 另一個就是上任國防部部長魏鳳和 兩個現在都是下落不明 魏鳳和是2023年今年3月退休的 接替他的就是李尚福 但是現在 就是李尚福和魏鳳和 兩個就是一起失蹤 據說調查 軍隊裏面就是貪腐的案件 解放軍裏面 個個都貪腐的 為什麼也要對付這兩個國防部部長呢 更加恐怖的 是李尚福 其實是剛剛被委任的 然後就是失蹤 連這個最重要的十一 國慶 兩個國防部部長都不見人影 好像完全被原禁一樣 到底這兩個人釘了沒有 其實你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事後告訴你 就是正式公佈兩個人的死術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八一大樓 八一大樓就是誰進去 誰出不來 變成了蟑螂屋 有入無出 證明了中國大陸 現在的政治鬥爭 是越演越激烈 所以這個時候上一節跟大家說 習近平選擇這個時候就說要前往美國 跟美國要交涉 我們認為 現在的鬥爭 是相當之激烈 我們相信早前傳出來的消息 其實真的不是全下那麼簡單 如果不是的 為什麼習近平 去完這個金磚峰會 失蹤了一段時間 勝傳他 就是飛機改了新疆 沒有直接飛回北京 然後回到北京沒多久 北京的解放軍就是被大力整治 真的有理由相信可能解放軍 的內部 對習近平構成了威脅 所以習近平必須要出手 更加離奇的就是明明是自己的親信 習近平選擇的李尚福 居然也是 一起重戰落馬 到底 是真的 有醞釀的權力 的政治變動 針對習近平 還是到底習近平真是過分神經敏感 兩件事都很難說得清 因為看回八九六四當年 八九六四當年其實也是中國共產黨 醞釀這個權力鬥爭 當時鄧小平就覺得 外面 那些集會的學生 是其他黨裏面的人 是要把他鬥倒 嘴巴 說是民主 實際上是要鬥倒我 搞文化大革命 所以到最終 中共 也是把他當成是政變 當成是政治鬥爭 到最後 也是武力解決 所以當年的人 是很無辜 無論你 做任何事 中共的領導人 只會當成是政治鬥爭 總之你衝擊到我的政權 我就要跟你死過 今時今日 現在的鬥爭集中在軍方那邊 假如軍方那邊到最後 真的所有懷疑反習的力量全部被清剿 往後 這件事也會很精彩的 因為習近平如果掃清所有軍方裏面的反對勢力 等於甚麼呢 就是習近平 繼續向 整個中國大陸 徹底攬炒的局面 繼續進發 因為習近平這個人 是不會認輸的 他要鬥爭到底 而如果軍方徹底由習近平控制 結果肯定 有需要的時候 習近平會選擇打仗 當然打仗是不是代表中國有得贏呢 這個我們跟大家都很詳細討論了很多次 中國大陸打一場局部戰爭 如果是擦槍走火 擦邊球式的 一些交火 就未必有很大的輸遍 但是如果要 要演變成為一場全面戰爭 其實 解放軍 是沒有甚麼機會打贏西方世界 實際上台灣 武器的先進程度 跟中國大陸相比 一比就知道答案了 就好像俄羅斯 俄羅斯不打也好 一打就發現原來他吹噓那些武器 全部跟西方的舊型號武器都沒有得相比 那麼中國大陸呢 中國大陸 大家心裡有數 你賣電動車賣便宜一點就可以 你試試拿電動車 去跟別人的日本跑車比賽 看看行不行 不用比了 輸了 賣便宜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拿去比賽就一定不行了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 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以 Staats也對定份 未完美的酒店負責人 動拐人